而在经过接连的强震 花莲地区有不少建物都出现倒塌倾斜 现在却传出了有仲介业者涌入花莲 想要地价收购受灾户的房屋 伺机发地震国难财 国通署表示 政府积极进行灾后重建复原的工作 也提醒灾民 不要轻易出售房地或者是让渡全力 避免权益受损 到了外墙明显X型裂痕 历经0403跟0423两次大地震后 花莲山海关大楼被震成了红丹围楼 还没结构补墙 现在却传出有房仲业者 低价收购 司机发国难财 听仲介讲说 有部分的仲介在低价收购 我们山海关大楼的房子 那他用的价格是 一瓶八万的价格要来收购 那我们之前在0403之前 我们一瓶大概是15到17万之间 山海关大楼主委表示 确实听到有住户说 有仲介找上门 不过收购价格跟发生地震前相比之下 当场砍了一半 国土署公布花莲灾后受损建物 已经拆除了十件围楼以及危险装饰 还有三件正在拆除 另外还有两件代拆 至于灾后重建部分 政府也在积极进行中 他们如果说身上的钱够cover过这一关 我相信他们应该也不会 就是轻易的脱手 主要也是要看政府这边的补助方案 是否能帮助到他们过这一关 利用这样的天灾来抹取他自己的私利 对于心合 对我们来说是于心合的 灾民新生无非希望能够早日恢复安定生活 国土署也强调 政府将成立专案办公室 加速推动各项复原 也呼吁受灾民中不要轻易出售房地 或是让渡权利 避免权益受损 记者综合报道